国家常讲 救人一命 甚遭奇迹浮屠 这个话意味深长 一般人只知道建寺庙 浮屠是宝塔 弃迹就是弃尘的宝塔 建这个功德很大 现在呢 有诸心造大佛像 大概造大佛像比造宝塔的功德更大了 我想了又想 古人这句话了 救人一命 甚造一百米的佛菩萨像 不止奇迹浮屠 你造那么大的佛菩萨像 有什么用处呢 今天这个世界 苦难的人太多 多少人在饥饿的边缘上 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生病的 没有医院 多么可怜 建一个大佛像 建一个宝塔 需要花 需要花多少钱 你把这些钱拿去救济这些灾民 这些在积国边缘的人 我相信 你这个功德 无量无别难 救人一命的时候 这个国报都不可思议 得这么大的福了 你要能够救千万人的生命 我相信你的后代做官兴旺 就跟前面老道所讲的 人数也是一生芝麻那么多 为什么不做呢 我们要多想想 什么是真实的功德 什么是假的功德 这里头有一个标准 凡是真正另一切苦难众生 得到好处 得到利益的 这个功德是真实的 如果另一切众生 得不到实质上的利益 这功德是假的 所以我很不赞成造这些大佛像 有人说这个大佛像 坐在这个地方 这一方人都得平安了 未必 这是属于迷信 一方得福 一方平安 要靠什么 靠教化了 靠教化了 自私自私自利 天天天在增长 贪嗔痴慢 天天在增长 这是灾祸的根源 造一个大佛像就能把它增住 哪有这个道理啊 能够化解解呢 要提倡教育 佛教的教育 佛教教育是智慧的教育 是慈悲的教育 是爱的教育 教导大家 学气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立衙 贪嗔痴慢 无条件地牺牲奉献 就帮助这个社会 帮助一切苦难人民 佛是教我们这些 我们明白了 真正肯一教风行 我们自己得度了 也真正能够造福社会 造福人群 这是佛陀的教会 假如说造宝塔 造佛像功德真有那么大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为什么不去造大佛像 为什么不去造大宝塔 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 他老人家在世 一生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 除了讲经说法教学之外 他没做别的事 他也没有去打过什么水陆法会 也没有什么拜过什么餐 甚至于现在讲的 打个佛旗 打个禅旗 我们在经书里都找不到 这后人搞的 佛菩萨没搞的事情 我们学佛 一定要向佛菩萨学习 佛菩萨在哪里呢 我们一定要 我们一定要依照经典的理论方法来修习 效法佛菩萨 学习佛菩萨 这才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学习 这才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理论方法来修习 这才是真正的释迦牟尼佛的理论方法来修习